我会估计,因为你无任何资讯, 看形势发展反而是落实, 即包括行政会议召集人行政会议成员, 包括现在的管治班子,包括六四十五局, 包括常秘,包括这些200人管治班子, 加上行政会议,我反而觉得落实名单, 越来越想去北京将名单批合, 当然中间会有沟通,但正规地想北京拿意见, 我反而觉得是一个落实, 这个落实反而陆续有些消息资讯出来, 譬如老鬼,罗范昭勋, 他自己主动都说我要退给年轻人, 即是说无错,简单说, 亦可看到似乎李家超或李家超后面的团队, 留意到譬如行政会议的平均年龄太大, 它代表了一些已经在修成期以上的人, 在修成期当中被修成期的人完全无代表性, 所以我想今次行政会议可能年轻化, 即是说可能平均年龄会下降, 一些老些的罗范昭勋,李国章那些我想不应该留了, 跟着有一个其实都是老老的, 但他老而长青,他觉得自己很年轻, 很活力,虽然只辅助运动的二刘淑仪, 似乎他都可能不是那麽开心, 因为我想他起码都想做特首做了三届, 这一届他直接觉得自己无理由不行, 到这一届他训巢,觉得只要自己不行, 但他觉得自己甚至乎如果行政会议的职位我接受, 即是说他都想,但今次似乎都无份, 可能谭次元的呼声比较高, 即是叶刘淑仪可能他就算留在行政会议, 都可能不会再近上一层楼,行政会议是这样, 去到这个我一直强调是六司十五局, 似乎邓炳强都几明显, 邓炳强整件事有这麽讲, 我们现在留意他之前有一个period, 他经常杀野猪都关他事, 即是连野猪屠杀野猪他都出来代表政府讲话, 那段期间我想考下期间, 他知道自己被人打光灯照着被人看, 那段期间不只是自己负责保安事务, 他其他事务他都全部涉足, 跟着有一个很明显的沉殖期, 因为大家记得在那段期间之前, 林兵强是什麽都出来讲话, 各样他都有意见, 各样都会很清晰地讲了他的看法, 代表特区政府上面代表其他局内讲话, 但跟着其实在李家超参选之前, 去到李家超当选之后, 直至几日之前他其实很沉寂, 不出来讲话,很沉寂很沉寂, 就算是保安科的事,就算是方仓医院, 他都出来讲一讲, 点到直至立即收回自己, 但现在可能他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定位, 知道自己跟着的职务, 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答案, 他出来又讲经济,又讲这样又讲这样, 似乎他做了一个形象给大家看, 他将来做政务司司长其实是实至名归, 他不只是设置保安或警察事务, 他甚至连全香港各方委的事务他都懂得, 即是似乎李家超已经有班底人选的框架, 至于你说郭佩帆是否真的打得下来呢, 郭佩帆最近的行为似乎打不下来, 他似乎代表李花Q团队讲话, 似乎他入眼, 总体来讲我似乎班底陈埃落定, 那分饼仔一定有, 那欠不欠在班底落实了之后, 究竟他是做不做到表现出来, 还有班底究竟知不知自己跟着要做些甚麽, 这就最重要, 我想这样讲, 现在这麽多届政府当中, 我觉得整个行政意向, 即施政意向最清晰的其实就是董建华, 董建华那时候他几清晰, 就要一开始解决了香港的问题, 包括政制上的问题,官员的问题, 官员问题就是现在当时香港Bureaucracy, 是讲的决策局决策科是在行政之下, 就是决策其他行政归属于行政, 每一个部门各自为政, 有自己决策有自己行政, 接着董建华用了问责制是他搞出来, 文责制当时他将港英政府架构Bureaucracy, 就是将行政每一个部门的行政下面, 要是这样讲, 每一个部门的决策是归属行政之下, 这个做法改变扭转了, 就将决策摆上来行政之上, 行政就跌到上臂的位置, 而决策就是局长, 当然你说是否高低之分, 当然上臂不觉得是高低之分, 他觉得是平排, 但对于整个香港市民来说, 实际上政治操作事实上是局长负责, 但做完出来他本来想法很好, 如果他做到他的想法, 现在我们香港不会有那麽多问题, 就是说局长本身要对自己表现负责这个问题, 局长如果在决策上出错, 或是常臂已经做好, 他已经做的角色, 提的提了,讲的讲了, 局长在决策上仍然出错, 而跟着不懂得扭转,不懂得改变, 他应该下台, 这件事不是由等建华年代到现在, 林郑雄年代没有人下台,不是, 但下台的人往往是出错, 是interacted出问题, 是诚信出问题, 是偷步买车, 又或是去宴会, 这些不是说他在决策过程中出了问题, 是令局的表现不好而要下台, 他是说他直接犯错而下台, 你看看你陈凡, 他在运输房屋哪样做得好, 样样做得差, 样样都做得差, 为何他不用下台呢, 这正正是现在那麽久以来, 现在的问责制基本上是不问责制, 只是建立了一班有权力的人出来, 好了, 现在李家超这一个问责制, 或李家超这六四十五局的分别, 跟之前分别最大的, 就是更加更加凸显了, 一些现在在政治上, 是霸了邓仔霸了位的政党或政团 或力量分饼仔的动作, 之前都说是我在那儿找一个, 那儿找一个, 就算林郑雄找很多公务员都好, 他都是祈求公务员表现好, 他找陈范出来, 他不知陈范那麽垃圾, 陈范在EMSD抽出来以为他很厉害, 当林郑雄在发展局做的时候, 陈范在EMSD跟林郑对话, 陈范是说话觉得很厉害, 事实上说话很厉害, 他又不知他出来做行政, 或出来做一个决策官员的时候那麽废, 这一个就是他的目的, 仍然希望找一个好人, 林郑你可以看到, 你看他对徐英伟, 他觉得徐英伟这些油康滑调, 喜欢拆鞋, 喜欢巴结的, 喜欢搞关系的, 他不喜欢的, 他的风格不是这样, 好, 接着他希望班底做到表现出来, 但结果是不行, 大家可以看到, 是完全一塌糊涂, 不要说有政治问题, 不讲政治问题, 不讲市民问题, 他们自己表现本身差弱不得了, 你只讲今次新仇趋势调查, 数据这麽恐怖, 都无可能被李联辉这样弹出来, 你照算应该发还重审, 叫李联辉自己想清楚, 或者在这个时间发现问题时, 都不应该拿争议出来, 在一个社会做争议, 好, 接着看李家超, 当他如果是分饼仔, 有另一个问题可能出现, 分饼仔不是分给一些本来做了行政的人, 是分给一些本来是诚信操守不受监管的人, 我不是说他一定是诚信操守的问题, 我说他不受监管, 即是他自己做个议员, 他喜欢跟这个做一些私帮, 喜欢代表这个争取一些东西, 喜欢帮发展商在路纳达区讲句话, 喜欢帮他投个票, 喜欢帮梁先生改文, 这些议员如果他本身的诚信操守是不受控制, 甚至他可以一直压住政府官员, 当他入到决策局上, 第一我恐怕他跟外面千丝万垒的关係, 就会一条蜘蛛丝, 整抽带入政府, 接着政府的决策不再是目标为本, 亦不再是以结果为目标, 不再是注重KPI, 而是注重包装, 以及注重这班后面千丝万垒的 蜘蛛丝的利益关係怎样平衡, 这样做最终蝕底肯定香港, 最终也可能向前动力不够, 简单说, 你讲郭佩帆我都讲个例子, 第二个我都不敢讲, 因为不认识他心, 那个佩帆你看他底, 露了底,根本无底, 根本水平跟普通大学生一样, 可能还低些, 他人生经验丰富些, 是讲游康滑调, 讲玩权术机会的经验丰富些, 但你说如果他做局长, 在创科方面他有何贡献, 有何办法有贡献, 我觉得是无, 简单说是无, 就是这麽简单, 整件事是怎样可以令到现在选了出来, 用势力平衡这方法平衡出来的一班官员, 最终他们肯斩断后面的蜘蛛丝, 不要千丝万个关系在大小的政府裡面, 又而且他们肯合作, 不要各自为政, 不要这个党和那个党之间有些介体, 再加上能够一心表现得好, 跟着PPI跟着演讲文会目标做, 我觉得是很难, 如果你说想做到, 这一定是一个很强势, 很有能力的统筹人, 统筹人有两个角色, 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个是特首自己, 第二个本身是政务司司长, 这两个角色究竟做不做到这个挂大统筹, 一眼观察, 你隔起头尾, 我知道你想怎样, 我马上做另一个措施按住你, 会否有这麽能力呢, 这就是问好, 我不能说没有, 但我是问好, 梁振英在今次权力分配上, 本来他是想更上一层楼, 是连特首位置都要摆在手, 如果摆了特首位置在手, 他派牌就不用讲了, 大家知道梁振英系的人, 自然会这样讲, 梁振英都不是现在将自己的的系摆进去, 而是收拾, 是谁近来谁能做, 整个局就是我的, 但现在明显地没有, 你都见到从梁振英系里面的人, 他的人都是岸岸岸, 就是张振宇, 他就被人拉,坐牢, 跟着另一个就是张浙江, 你都觉得张浙江是完全无料到, 他只懂得斗左, 屈泳岩他讲已经好些, 写好些, 但他是不是想到近七层楼是想不到的, 最好是高永文, 又或甚至乎梁振英都是他, 这两个究竟他两个差不差, 你见到他们已经挖烂了面, 什麽都讲得出, 叫林郑去做强制检测又讲得出, 跟着说第六波已经爆發, 已经爆發, 够两个礼拜, 如果算梁振英讲已经爆發了, 都讲得出, 废话都讲得出, 垃圾的东西, 不经大佬这样的东西都讲得出来, 讲完两个礼拜会爆, 一些这样的东西都讲出来, 都争取不到, 简单讲, 我想梁振英能够讲, 他在整个建制派的总体宏观当中, 获得的信任, 及获得的尊重都不够多, 最近看梁振英网志, 他甚至乎已经不上了, 他说自己, 我去到广东省, 刚刚去广东省, 港宗省官员告诉我, 他上年去了二十次, 二十次或二八次, 二十次好像, 所以凸显了他, 可能梁振英现在已经将目光, 由香港这盘棋, 由香港这个政局, 摆上大湾区, 看看自己可否在大湾区分享到一官半职, 或者拿到更加重要的维持, 我看梁振英现在已经将自己定位, 政治定位慢慢移到大湾区那裡。